虽然搞起基建来不咋行 但是搞起破坏来 美国确实是第一名 大家好 我是石涛 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的漫长的决策过程 以及严重的独港 美国巴尔地摩市方面 终于决定要清理自己的航道 3月26日 一艘大型的集装箱能 是撞上了巴尔地摩这个港口的一座大桥 导致了桥体的垮塌 也导致了整个巴尔地摩港航道的堵塞 这巴尔地摩港可是美国排名前五名的大港 就这么一个泱泱大港 竟然就这么被堵了将近两个月 而美国方面也是开启了冗长的调查过程 并且能尽办法想要疏通这个航道 但是由于能力确实有限 美国最终还是祭出了自己的看家本事 那就是用破坏的方式把这个桥给拆掉 最终美国当局用了一吨多的炸药 在这个垮塌桥体的几个关键节点上 安装了这个爆炸装置 最终是把这个桥体给炸掉了 下去还要通过大量的工作来清理出这条航道 预计这巴尔地摩港要最终回到疏通的状态 恐怕还得再过那么十天半月的一个时间 我们说这些年来围绕着美国基建设施 闹出了笑话那是相当之多 那么远的咱们不提的近的 就说美国刚刚庆祝自己建成了第一座高铁大桥 这高铁大桥相当的长 才400多米 但就是这么一座桥子 花了十几亿美元 以及十几年的时间之后 却被发现是根本毫无用处 原因是这个铁路的设计修改了 高铁大桥已经不在这个线路之上了 也就是说花了十几年时间 大几亿美金修出来了一座废桥 但饶是如此这事情的整个决策过程 也没有被任何的问责 也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处罚 可见这美国现在的基建效率低下 与其说是各种各样问题的集合 其实大家各有各的利益 只要我的钱挣到手了 那见不见起桥见在哪 关我啥事呢 其中到巴尔地摩港的这座桥的 熟通的工作上也是如此 实际上如此的重要的大港 如果咱们做个假设是在中国 出现了任何的事故 导致了航道的堵塞 那么当局必然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尽快抢通这条航道的 就比如说之前 广州的流星沙的大桥被撞断了 仅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航道被疏通了 桥也重新搭起来了 相比之下巴尔地摩这座桥 当然了疏通的难度是更大的 但是这个效率确实是低的令人发指 我们说在这样的基建能力 以及效率的比较面前 其实展现的是中美两国 对于这一些基础设施的维护的能力 以及最重要的其实是国力的缩影 美国虽然在整个地球的范围之内 药物扬威穷兵独物 但我们实际上能看到 美国目前在民用的相关的基础设施 以及相关的物资的建设 以及制造的能力 已经是大幅的落后于中国了 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1980年代末的苏联 虽然军事工业 宇航科技等等 似乎是蒸蒸日上成果备出 但是在与民生相关的领域 却是漏洞百出 最终也就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似乎帝国的残免都很类似 美国现在似乎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 那么从这一座垮掉大桥冗长的处理时间 以及暴力的处理方式 我们自然是对美国接下去 如何能够 我们说叫做立一个更好的美国 或者说叫美国更加强大 MAGA 能够把这个口号实现 让我们打个大大的问号 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口号实现 它靠的可不只是某个政客 在竞选时候的空头支票 更多的是全体人民共同目标 Lucy Hughes加油干的结果 而在当下的美国 恐怕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办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